网上说十字广场是艳遇圣地 没错就是这样 女星百百合与软惊天 就是因为合作这部电影传出暧昧情愫 也被外界质疑是小天和徐伟宁八年情玩玩的主因 近日百百合为了电影《迷途杀鸡》来台取景 被媒体直击她低调密会柯震东 我也是个人 我创业是被逼的 就业难啊就业压力大啊 现在哪个职业 百百合与柯震东早前因合作电影《桌腰记结缘》 在柯震东呼麻风波后 两人人是好友 上周三被媒体直击 柯震东经纪人现身在柯家餐厅 鬼鬼祟祟的四处勘查有没有狗仔偷拍 原来两人就是在当天见面 百百合经纪人表示 因为大家想叙叙旧 于是约在柯震东的店聊天 不过百百合来台湾 并未探视日前摔车受伤的小天 也令人联想两人是否情已断 今年31岁已婚的百百合 近年来传出的绯闻对象 几乎都是台湾男星 也屡屡爆出婚姻亮红灯的传闻 甚至也传出他曾经因为出轨 惨遭老公陈宇凡毒打 这次私下来台 老公也证实并未陪同